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甲二组第六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社交移民能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对赛双方为正方加密博语中学 及反方金巴伦奖务会要导中学 接着下来我会为大家介绍今天双方的辩元 正方主辩欧阳城俊同学 第一副辩刘泳怡同学 第二副辩吴建俊同学 结辩梁配瑜同学 反方主辩杨启刚同学 第一副辩黄震雷同学 第二副辩张泳林同学 结辩林美琪同学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的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辩论队 中文辩论队员刘泳林小姐 宣导会陈瑞之纪念中学 通识科老师金子玲老师 以及马利诺修院学校中学部 粤语辩论队教练范光华小姐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及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为4、3、3、4 反方主辩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后 正方一副接触发言 在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后 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台上发问及台下发问环节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均有叮一声提示 叮 叮 够钟则有叮两声提示 叮叮 超时15秒 则会连叮几下 叮叮叮叮叮叮 详细赛规已发布与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对赛规有没有疑问 没有的话 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计时员说 可以 是咪是咪 可以 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WhatsApp吸纳了全球超过20亿的用户 一直广为使用 甚至成为21世纪人类社交生活的 必需品 多人用 当然不一定是霸权 但今年1月 WhatsApp 退出全新私隱条款 无理逼使用户 将个人资料 和母公司Facebook 共享 对不接受的用户 会限制功能 甚至威胁会删除帐户 剥夺大众权益 由此可见 现时的社交媒体霸权 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 市场占有率独大 难以取代 第二 做法不合理 WhatsApp的无理要求 激发用户纷纷转到Signal MeWe Telegram等社交媒体 亦即是辩题所说的社交移民 究竟社交移民 能不能够逐渐形成一股力量 抗衡现时的社交媒体霸权呢? 要衡量是否有效对抗 就必须看下社交移民 能不能够就霸权形成的特点 对症下约 我方政立变题 原因有二 第一 削弱市场独大情况 今天有个别社交媒体独大 甚至成为霸权 跪今究底 是因为它助用大量用户 而用户量就是他们的资产 以Facebook为例 线上广告一直占它收入来源的98% 而要吸引客户下广告 用户使用量绝对是关键 自从Facebook的子公司WhatsApp 强硬宣布更改私人权政策 其他社交平台,例如Signal 当日的下载次数 就由原先的5万 直线上升到130万 至于Telegram 在每个星期的下载数量 也直接翻倍 至今活跃用户数目 已经超过5亿 不少网店店主更纷纷 注册了MeV帐号 设定Signal的查询渠道 不再单一倚靠那些霸道的社交媒体 可见社交移民的力量不容忽视 香港互动事务商会 創会会长方保桥指出 随着网民日渐关注主流社交平台的私隐政策 内容审查 而使社交移民的情况将会更普遍 用户将会更倾向同时使用多个平台 与其大型平台的活跃用户数目将会下跌 长远取代个别社交媒体独大的情况 第二,重夺社交媒体画视权 社交媒体本应该是自由抒发个人意见的平台 但现况就是社交媒体巨头 只在逐步剥夺我们一帮用户发言的权利 进行言论审查 甚至封锁帐号 例如2020年Facebook封锁了批评泰皇和君主制的群组 在美国大选中 在特朗普多个正常的贴文上加上有争议的注解 但拜登说的差不多就没事 在巴基斯坦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涟家监管伊斯兰神学者协会的贴文 但国内大党伊斯兰大会党就归类为良性 作为用户,面对如此不合理的做法 只有转用其他,例如BV等 会保障用户的发言权 不会干预用户贴文的社交平台 要减少对社交媒体巨头的依赖 才能够重夺自己的社交媒体画视权 对抗霸权 所以今天的辩题理应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辩所用时间为3分4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反方主辩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如准备好,请讲可以 请问听不听清楚 可能要大声少少 请问正方的同学会不会听得有些模糊 或者现在是可以的 可以 准备好,请讲 准备好,请订阅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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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市民提倡 透过社交移民抵制霸权 可惜都只是引起一时叶化 意大利思想学家葛兰西提出 霸权理论中的霸权 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 媒体只是工具 但当某些媒体于社会上的普及率越占广泛 就有更大的影响力 同样会造成的威胁也越大 要背负的规限也越多 试想一下真正需要对抗的是媒体公司 还是背后控制的力量呢? 若果只是转移到另一个平台 霸权的现象只会在新的平台上再次形成 成为一个循环 因此 变题的衡量准则就在于 社交移民是否真的能令民众 脱离现时网络霸权的循环现象 若不变题理应不成立 我方反对变题原因有二 第一 有方无从实言层面论证过社交移民的可行性 社交媒体的作用是沟通和资讯的接收及分享 因此不单止对功能的要求 亦是对一个生活圈子的共同平台 甚至慢慢已经融入到生活中 例如腾讯控股旗下的微信 除了能够分享日常的生活资讯内 基于中国电子消费的发展 更加成为人们支付和生活的工具 但2017年腾讯转中提及内地网民不满 在内地市场的垄断 更表示希望有一家公司能够与之抗衡 但2018年中国已经有10亿的微信用户 据2020年新加坡联合组报调查 内地网民表示无法脱离微信 有方需要解释在上述的情况中 社交移民为何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即使线面上有其他社交媒体 但最终都只是成为一个全新的霸权 例如20世纪初期兴起的MySpace 后来被Facebook所取代 然而Facebook成为现代人眼中的霸权 或者主流媒体被收购于2012年 在Facebook20亿美元收购IG 因此有方需要解释社交移民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可以打破上述所说的垄断情况 第二,社交移民未能针对霸权形成的源头 由于社交媒体作为上市公司 会受到当局的监管或者规范 因此对于媒体企业有很大程度上的限制 如规定企业需要对用户在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负责 又或者设立审查机制 规定需要符合标准的内容才可以发表 若发现违规原则,企业就会受到惩罚 因此媒体的内容控制只会越来越严谨 例如中国本身是容许使用Facebook 但由于自由的发言損害了国家利益下 中国于2009年封锁Facebook、Twitter及YouTube 另一层面中,当大多数民众反对某些意见 就会不停检举以表达反对 在不断循环的情况下 小众声音只会越来越少 如有方所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于当任总统期间 即使言论较为偏激 都不造成任何问题 但当落选之后 他的言论就被视为造成社会影响 与主流民意不相符合 帖子就会被大量检举 令知识被限制甚至封锁帐户 正正因为大众的声音导致霸权出现 而非天然而成 所以从上述可以见到 社交媒体受制于社会的圆难实力控制 透过操控言论的范围 甚至封锁言论 社交媒体为自保也只能严谨限制内容 让市民认为他们十分霸权 而在后想问有方 若果社交霸权是指社交媒体本身 而非社会的圆难实力 为什么Facebook 越宁远花更多成本加强内容审核的机制 多谢各位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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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主便所用时间为4分钟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员 向反方主便提问 发问时间1分钟 反方主便准备时间1分钟 回答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均有一丁提示 丁 之后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员 向正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同上 双方均向对方提问一次及回答一次后 便回到正方一副环节 请问双方对赛规有没有问题 请评判注意 填写台上发问分数时 请特别留意填写次序 特别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 好 现在正方请自由派出一位便员 作台上发问 如准备好请说可以 正方请派出一位同学作台上发问 发问同学为正方第二负便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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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大家好 有回第二个论点跟我们说 现在的政府霸权的原因 就是因为民众的声音太大 令到Facebook这样 害怕民众不敢控制 就变成了一个霸权的出现 想问右方 如果你觉得其实霸权的原因 是由于民众的话 当民众社会移民 在第二个平台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霸权的霸权 会消失呢 多谢各位 反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叮 对 Ey Dang 叮叮,反方预备时间完结,请反方主便答辩,你有一分钟时间,如准备好,请讲可以 听不听清楚? 清楚 好,可以 叮 有方和我今天完全没有听过我方的论点 今天我方和大家讲的是因为社会上的法律及道德规限着社交媒体的内容 因此他们才会做这些方式来规范民众的内容 所以当有方和我提及如果可以转去其他媒体会否消失霸权 我方很明显跟你说不会 因为我方已经说明新的媒体出现只会令霸权形成的循环再次出现 因为新的媒体只会成为一个新的霸权 来对抗旧的霸权的时候 有方所说的转移媒体的时候 完全没有对抗霸权的现象去解决的话 有方和我如何论证当中必然能够令霸权去消失 而不是形成再新的霸权 谢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作台上发问 如准备好请讲可以 反方主便 反方主便会进行台上的第一条发问 准备好请讲可以 好可以 好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对于何谓有效应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应从实际上有转变 不能够只停留于理论层面作讨论 于实现层面上都需要论证其成效性 第二成效是有持续的 不能够只说出现短暂时就为之有效 需要于某些情况带来逆转的效果 虽然MeWe资金用户已达到1400万 但Facebook在2021年有60.6%的互联网用户 是使用Facebook 且可28亿的活跃用户是按年急升 收入亦都涨至20.07亿的时候 比2019年增加了33% 如果按照友方的逻辑 广新型的社交媒体出现移民人数多了 为什么Facebook的活跃用户及净收入 会比往年增加了这么多呢? 多谢各位 定 凡方有1分钟时间准备 定 是 不 定 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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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请准备时间如结,请政方主便答辩,你有一分钟时间如准备好,请赶,可以 请访定,是否 shack , click can 订定,通! 字幕正式 现在这桑硅报道已经形成了十多年了,那桑硅 照给我们分析查 令我们厝手表解释,但是今些年 autres是五个月的话就不行呢? 我們今天見到的是這五個月只是一個開端 而我們的香港互動市務商會創會會長方寶橋也指出 之後社交移民的情況會變得更加普及 會更加傾向使用多一個平台 所以到時候長遠來說 就會取代個別社交媒體獨大的情況 所以有方的移民是可以不用再... 多謝各位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輪到政方第一負面發現 你有三分鐘發現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原示意 準備好請說可以 是米是米聽不聽得清楚 可以大聲一點 是米是米 清楚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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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首先有方和我方對霸權的定義已經不同了 有方今天就說霸權是由用戶的 是用戶的道德標準出發 但是又說要政府監察他們 請問政府要怎樣監察 有方從來沒有解釋過 而其實今天霸權的形成 是... 第二是有兩個標準 我方主編已經說了 第一是要市場佔入率大 而第二就是這些霸權要求用戶了一些不合理的東西才是霸權 那有方為什麼會覺得 只要用戶激進的手法就是一個霸權呢? 凡請有方解釋了 而今天有方反對變態 都只是因為覺得社交移民是不可行的 而我們現在就一一審視有方提出的問題了 首先有方就說我們不可能用幾個月的時間消滅整個霸權 其實Signal的創辦人艾克頓本人也同意 Signal是難以在短時間裡面完全取代WhatsApp Signal真正可以做到的是提供多一個平台給用戶選擇 繼而失約霸權的勢力 香港互動事務商會輔助在方寶橋的指出 有不少社交媒體長年經營 主流用戶是很難一下子搬走的 被取代是需要時間 之後的發展趨勢應該會在大型平台的用戶數目下跌 還逐漸減低了百拳市場的佔有率 再者移民數字是不是真的有方說得這麼少呢? 有方今天就說 用戶很難脫離微信 但事實上社交移民是出現了的 社交網站Miri在1月9日以來 全球平均每天增加了40萬名用戶 全球總用戶數量超過1400萬 在臉書經營多年 擁有近9萬名追隨者 香港網絡作家薯伯伯 也下定決心棄用臉書 開始了Miri的帳號 短短數日已經累積了超過3萬名追隨者 他們德國之聲表示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行 他們用行動表達對臉書霸權不滿 通通都證明了用戶是有決心要和霸權對抗 反而想問有方有什麼資料和數據告訴我們 這個社交移民不可能呢? 凡請有一副正面回應 而第二 有方就說移民會帶來新霸權 但是有方很矛盾的 有方第一個論點就跟我們說 用戶脫離不了微信 但是又跟我們說新霸權會出現了 有方不是在矛盾呢? 我們首先要多謝有方都承認社交移民 是有效對抗霸權的 而有方擔心什麼呢? 就是擔心對抗之後另一個霸權會出現 但是今天有方的邏輯很簡單 認為很多人移民去一個新的社交媒體 就等於造成霸權 按照有方的邏輯思維 如果很多人去海原公園 它的市場佔入 但是又等於一個霸權呢? 多人用多人去 是不是有方今天對霸權的唯一衡量準則呢? 其實有方已經在註面講出對霸權的定義了 而今天為什麼我們不會說海原公園是一個霸權呢? 就是正正因為他們沒有向遊客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今天有方就是因為覺得新平台 可能會做一些不合理的舉動 就看看新霸權會再次出現 又是不是合理呢? 因此今天便提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副辯所用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 請向計時員說可以 請問聽不聽到? 要大聲一點點 這樣可以嗎? 現在好一點 好,可以 正! 各位大家好 我剛剛問為什麼Facebook之前沒有那麼多限制 但最後都不釋放更多成本去審查 其實有方不清楚的 但原因是因為他們不是自己想做 而是背後的力量讓他們深不由己 有方說要政府的法律 其實我們有的 當年美國1996年的230條款 視為保護言論自由 即是有人作出違法的行為 Facebook 都可以不用負責 但因為它被視為一個平台而不是發佈者 但漸漸地隨著Facebook發展越來越大 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聽證會上都宣佈要求修訂230條款 就例如違反法律過度偏坦的言論 就要受到美國法律的約束 另外有方今天犯了幾個錯誤 第一,有方今天沒有進入政方論證的責任 就是跟我們解釋 社交言文下有很多人開了新的帳戶 但對原本使用帳戶上有什麼衝擊 有方沒有解釋 第二,有方的數據沒有充分論證足以取代Whatsapp 有方一開始跟我們說 Telegram有130萬人數使用量 但130萬怎麼可以跟Whatsapp的28億人去取代呢? 而且有方需要跟我們論證 只用Telegram的人不會同時使用Whatsapp 而一個媒體越出名越大影響力而得到規管 裡面的言論對一大部分人造成一定的挑戰時 就會被約束 就例如Facebook那樣 是未出名放寬人在上面發放消息 在自由的情況下,很多人就會被這些誘因吸引著 大家都紛紛擁有成為Facebook的上限 而當越來越多人加入,就會有不同的聲音表達 新型媒體的加入起初規模沒有那麼大 但一旦有足夠的吸引力 使市場佔用率大,對社會就越來越有影響力 無論是國家還是市民對這些新型媒體內容 都有很大的要求 而造成霸權有兩個原因 法律和道德 而霸權模式就有兩種 第一,思想形態 多數人會透過軟實力向社交媒體散播 灌輸大多數人的觀念價值 國家會禁止封鎖不受和違規的言論 第二,掌權者會用硬實力、法律手段操控 而美國特朗普在在位時 入了一部先動暴力的危險 違反了Twitter平台禁止美化暴力的規定 而當時發表言論經審查,但沒有被封鎖 當掌權者下音,他的言論被刪除 市民發出反對聲音,甚至舉報特朗普 最後Twitter徹底封鎖了特朗普 就連Youtube和亞馬遜都一起封鎖他 因為違反了法律和道德 最後都會受到法律的規管 背負的道德原則和責任都非常之大 最後又會被封鎖刪除,不斷循話 我們是不是真的脫離了霸權呢? 就例如吸引了一大批民眾移民的Instagram Facebook以10億美元收購了他 而主導和壟斷的力量硬製了較少競爭的對手 而每當出一個新的媒體想轉現另一個程式的時候 才發現兜兜轉轉又回到原始的地方 終究是逃出霸權企業的首掌心 而社交互探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出現到呢?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負辯所用的時間為3分0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有請正方第二負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緣講 可以 是嗎?是嗎? 可以啊,聽到的 聽到的 是可以 正 大家好,有方矛盾了 一方開始跟我們說 因為現在市民對騰訊的依賴太大 所以不可能脫離騰訊 不可能脫離到正在使用的社交媒體 但是會造成新的霸權 之後你自己說的 如果你脫離不到的時候 為什麼會移民到? 為什麼會造成新的霸權呢? 有方密矛盾 所以今天去到二負 有方反對變題只有幾個原因 第一,可行性 不如我們說脫離不到本身的程式 因為依賴得太大了 一方說到是什麼呢? 全世界只有一個程式有些功能 沒有其他程式 只有那個程式才可以用到有想用的功能 但不是的 例如WhatsApp這樣 我們都是非常極度依賴 每天都是通訊都用到WhatsApp的 我們現在有Signal 有Telegram 它是跟WhatsApp差不多的功能 所以不會脫離到的 因為有其他可以取代它的程式 第二,有方說 現在五個月裡面 因為取代不到WhatsApp 所以對抗不到霸權 第一,為什麼要取代WhatsApp 才能夠對抗霸權呢? 我方今天從來都不是說要取代WhatsApp 因為是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呢? WhatsApp、Facebook 它建立了十幾二十年的一個超級大霸權 全球其中一間最大型的科技公司 而這個社交移民潮才是剛剛興起 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怎麼跟三個月的時間 有什麼可能會對抗得到一個建立了這麼久的霸權呢? 根本就不可能 例如說今天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要打論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人 有什麼可能呢? 短時間內一定沒有可能做到 而有方自己都說 持續 對,持續 所以今天只是審視 現在這麼短時間的效果 是不合理的 應該從整體持續 長遠的趨勢去看 而長遠的趨勢 我們見到的數字就是 原來 在WhatsApp 它對比去年 它的使用量 已經下跌了差不多四成 而Telegram Signal 上升率是超過1200% Telegram升了98% 我們見到的是 WhatsApp越來越少人用 TelegramSignal的趨勢 慢慢越來越多人用的時候 我正正看到市民 越來越接受其他不同的程式 慢慢慢慢地轉移到一些 新的社交媒體 沒有可能 三個月裡面 就立即取代到WhatsApp 第二 這方對我們說 就是造成一個新的霸權 但是 霸權是什麼? 我今天說得很清楚 霸權除了很多人用獨大之外 更加是做了一些不合理的行為 舉個例 新界的巴士都是一間狗巴獨大的 它都是獨大的 我們不會說它是一個霸權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了一些不合理的行為 沒有了一些握榨乘客的行為 而今天說社交移民行為 社交霸權的原因 是因為市民的什麼道德 什麼價值 有方論證得不清楚 為什麼社民和市民的道德 會如何建立這個霸權 更甚至是如果說市民 如果說霸權是由市民去圓起的時候 就算政府握榨它 政府檢控的時候 它都會有的 所以今天第二題不正立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負面所用時間為3分1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反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計時員說可以 所以 所以 各位 各位大家好 其實有方一直說是取代 但是為什麼不可以共同使用呢 為什麼轉用信號和Telegram 一定就不用WhatsApp 有方要解釋 而Signal的創造人都說 其實兩個應用程式估計是日後共 用戶是會共同使用 而且明確表示Signal不會含蓋所有WhatsApp的功能 兩者存在不是要壟斷另一方 為什麼WhatsApp就是霸權 再次 有方一直在強加論證雜貌 要我方短期可以解決霸權 但有方其實是你的論證雜貌 要論證短期做不到 長期可以 而今天我們來想一下 究竟傳媒是什麽 當初這個社會 為何會有傳媒的出現 其實無論是現在或者是以前的社交媒體 我們都離不開霸權這件事 因為裏面真正的掌控者 從來都不是這間公司的本身 亦不是這間公司的老闆 而是背後發展的大老闆 以及有影響力的傳媒體 甚至乎是大眾聲音以及政府法律 而無論現在或者是過去 我們都沒有脫離過霸權 像以前我們看報紙 看傳單的傳統媒體 當時其實人去灌輸自己的價值觀或者文化 甚至乎是政府所灌輸國家主義所用的一種方式 慢慢地 科技發展愈來愈發達 我們有電視 但電視看的新聞報道 只不過是將報紙的形式 搬回到電視上 然後有一個畫面出來 再到現在 我們將電視的新聞節目 變成一條條的連結 放回到Facebook 所以為什麽霸權這個草莫 我們永遠都脫離不了 因為這個應用程式社交媒體 其實只不過是被人應用的工具 才可以見到 我們用的傳媒是不斷轉變 由報紙到電視 再到現在我們的網絡世界 但過去畫 現在畫 未來唯有一件事不變的 就是這個社會所存在的法律 以及人民的道德底線 而基於這件事 其實這些傳媒 只不過是推廣資訊的工具 所以我們不會說 所以我們只不過是接受資訊 以及發放的資訊的方式不同了 因此我們不會說社交媒體 天然就是一個霸權 因為它不是天然產生的 Facebook不是突然成為一個霸權 也事如此 而在這些社會的發展 又轉用了另一種程式 發放資訊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社交移民這件事無效呢 因為當你從根本轉至另一個形容程式 都在社會上有一個巨大的影響力的時候 那群本身發放資訊的人 或者國家或者政府 就會透過這個形容程式 再次發放資訊 然後再次形成霸權 這個就是循環所在 其實比較類比有方 香港的讀書真的很大壓力 我可能在中學讀得很不開心 就是Mewyork用得很不開心 我實用得很不開心 功課考試有多 我就打算轉校去新環境 突然脫離了一間學校 但脫離不了社會環境和制度 變成我充滿壓力 但我真正想逃離的東西 不是來自學校 是社會對學歷的追求分數 就是一切的壓迫感 如果社會不追求成聲 他就不用有那麼多功夫和考試 想透過轉校 只是脫離社會教育制度 就是自欺欺人 就是教育制度不變 去到哪間衝學 都是同樣的問題 道德和法律存在同樣是這樣 所以有方正面回答我們的問題 Telegram和WhatsApp 會不會有社會法律 和道德的限制的速度的例 政方第二負面所用時間為3分1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政方台下派出一位變員 向反方台上變員提問 政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自由派出台上變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1分鐘 台上準備1分鐘 再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 要有一丁提示 丁 之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變員 向政方台上變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可由同一變員提出 請問雙方對賽規有沒有問題? 若沒有的話 台下發問現在開始 首先有請政方派出一位變員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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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大家好 有方第一個論點跟我們說 社交移民是不可行的 無效對抗霸權 但之後又說 社交移民是能夠打到傳統的霸權 令到新的霸權出現 形成一種霸權的循環 有回到立場前學不一 請問你們怎樣解釋這個矛盾呢? 各位 反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 叮 3 4 1 5 5 3 4 4 4 現在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別言答辯,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反方的答辯同學為反方第二副辯,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當然有方派出問題,其實沒有矛盾 我方派出一步來說,就算有方不明白現實社會情況 現在有道德和法律的限制,所以中國就不可以 所以中國就限制於一個,因此就有一個霸權現狀 中國要封訪微信的某些言論,或者是 推特要影響這些法言,而且 他一步來說,就算 推特和美威 都會形成一個循環,然後形成一個新的霸權 這就是循環所在,謝謝各位 現在有請 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計事員說可以 反方同學,在嗎 聽不清楚 可以 聽不清楚 謝謝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認為社交移民MIV是長遠有效對抗Facebook 法律 雖然有方沒有解釋為何用戶同時使用Facebook和MIV都是移民 不過不重要 今天Facebook的用戶有28億,而MIV的用戶只有2000萬 不少所謂移民了MIV的用戶也不滿MIV沒有人用,很無聊 就連香港著名策劃家阿圖都於3月2日後在Facebook出了一條片文 形容MIV是正過太空,呼籲支持者轉用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 請問有方同學,正過太空的MIV應該如何在長遠對抗Facebook的發言 是 正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 叮 請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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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正方派出一位同學答辯,正方答辯同學為正方第二副辯 大家好,有甚麼跟我們說呢?以為現在的人會同時使用傳統和新的媒體,這樣就對抗不了,但第一就是有多少人是這樣的? 因為朋友看舊媒體,所以新媒體就用到,純粹都是自己個人的例子,你的論證就是現在全香港有多少人是這樣做的? 但長遠來說,我們越來越多人用新的媒體就是慢慢削弱 在削弱更媒體的影響力,削弱更媒體的影響力時,就對抗到爆端,謝謝各位 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元作第二條台下發問,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可以 口丁 大家好,有方舉出中國民主的例子,再證明社交移民是不可行的 讓我變題說的是,現在已經在進行的社交移民 例如由WhatsApp轉到Facebook或者Telegram 而中國用戶根本就沒有社交移民這個概念或者正在進行的行動 有方為何能夠一樣在中國並不存在的東西,去論證其他地方已經進行的社交移民是不可行的呢?謝謝各位 反方有一分鐘時間預備,叮! 請記住了 請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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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吧 叮叮 叮叮 现在有请返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员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返方答辩同学为第一副辩 可以 叮 大家好回答有方的问题 其实是受法律的限制和民众的道德底线 所以才出来不到 在现今的情况下 中国要封锁微信的某些言论 又或者是Twitter要删除 有关选举无废的发言 是媒体公司不可以避免 社会和法律的 法律和民众的声音限制 而不得不除小众的讯息 这些才是今天霸权无法 对抗到的原因 所以请有方论证 是怎样可以对抗到这些因素呢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返方派出一位便员作第二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可以 大家好 其实不同的社交平台本身是拥有很大的自由 但后来出现了很多自我审查 而只要公司依然有影响力 这种自我保护便会出现 令道德和法律的制造 都无形成为霸权 例如美国的230条款 规定了网络服务供应商 不需要为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负责 同时有撇除平台上恶意内容的权力 因而令人的言论不受保障 想问有方 霸权的出现是因为自己产生 还是因为社会的情况而不得不出现呢? 当社会上出现不同媒体 都受道德和法律约束 而令人感到霸权的时候 如果今天只是对抗Facebook这些社交媒体 而不是对抗背后约束的力量 到底如何去对抗霸权呢? 多谢各位 政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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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您 defend PEACElling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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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 2020 热权的心愿 boş 主持维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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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 原谅 订阅 丁 叮 叮 准备时间结束 请正方派出一位 你有一分钟的答辩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政方的答辩为 政方第一负辩同学 各位大家好 首先多谢邮方的提问 邮方说全部媒体都会受政府的监控 所以全部媒体都会有这个言论审查 是因为这个社会欣赏才会造成 但是先等一会,我们讲这个社交言文 我们现在就要转去Miri Signal,Gap,Parler 这些全部的程式是全部都没有 就是要保护用户的言论自由 但是今天邮方就说 政府会审查所有的媒体 那邮方又怎样解释呢? 邮方今天又说 这个霸权的形成是有很多个 我听到邮方都很乱 又说什么道德,又法律,又说什么社会情况 究竟邮方 但是今天最根本的问题 是这些社交媒体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才会形成霸权 所以今天邮方的衡量组织完全不成立 多谢各位 现在是结变环节 双方结变有一分钟时间预备 叮! 双方结变环节 双方结变环节 双方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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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magical 準備時間結束 先由反方結辯總結 你有四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方從來沒有跟我們論證過 新的社交媒體長遠如何 可以取代拜全家 其實Facebook如果大家有玩過 就會發現其實他當時言論自由度非常高 隨後他逐漸由一些小眾社交平台 變成現在影響力大的平台 所以背負的責任就會越來越多 有些言論不會再被允許討論 如果你說了輕則會被封鎖 訊息嚴重的會被封號 在他們營運上 倘若發現一些具有發展潛質的公司 就會進行收購 例如IG、WhatsApp 就會帶來一個情況 其實他們所謂的霸權 不是一個天然產生 他們的情況 已經不是說 他出現在這個社會就會成為一個霸權 他中間所經歷的事情 他必然是跟民眾有關 必然是跟法律有關 是民眾的使用才會令他變成一個 具代表性的社交媒體 其實今天我們所說的 這個對抗霸權 究竟是不是真的在對抗 其實也未必 反而我們看到的結果是 這個媒體本身就是因為他本身的影響力 成為一個新的 例如比Facebook更大 更有影響力的霸權 要不可能會被Facebook這些集團收購 要不就會以小眾社交平台出現 甚至到最後銷升力積 甚至可以說的是 今天社交移民 他不是在對抗霸權 他是在創造一個自己想要的新的霸權 所以今天其實MIV的出現 是為了打敗Facebook 而不是抵制霸權 我們今天提及了全場的所謂循環 就是這些社會上 會有很多社交媒體出現 當他出現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未必有這麼多使用者 但如果他的功能是吸引的話 就會有越來越多人加入平台 而今天友方他們覺得 今天社交移民最大的效果是 更多人轉用到社交平台上面 而我方今天所說的霸權 第一個條件正正是要多人使用 因為只要是多人使用 平台關注度高 他才會有更大影響力 約束性才會大 他不是一班人圍牢取暖的地方 他是作為一個發佈資訊的地方 我們今天提及的社會上基於國家的法律 以及人民道德的底線 也都會約束著社交媒體 所以這才是循環的開端 當大家要去抗衡的時候 他一定是有足夠多的人 足夠多的用戶去轉型 而這些用戶正正正是影響著 這些影響力的數字 不知道在座各位 其實對於霸權意志的感受是怎樣 在生活上 我們對很多事情都有需求 但同時我們都需要作出取捨 例如今天變題說 社交平台霸權出現 我們看次很悲觀地看待霸權 但其實霸權之所以是霸 就是因為它限制了我們某些東西 但在這個社會上 人的自由本身就會受到法律道德的約束 人本身就不可能有百分百的自由 這些社會的情況正是人類所建構出來的 法律道德是給人類的共同語言 所以要追求更和平更安全 就會有更多的約束 但實質上我們又是怎樣被這些霸權出現的呢? 即使我們看到它好像很壟斷 但市民其實未必想脫離這種狀況 香港人經常說電費貴 但我們每天依然會開冷氣開整天 開燈開整天 然後交電費給中電 原來最終我們口頭上說完 然後行動上又會繼續去做 當初信用卡出現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都會擔心私人被透露 但當信用卡的便利 都會令人慢慢接受到這個情況 除非你不用信用卡 否則由中銀轉去行生其實沒有意義 所以大家不妨想想 社交平台之所以能夠壟斷市場 某程度上 因為它能夠符合到我們的生活模式 符合到我們的生活需要 在我們享受的同時 我們就會賦予更多壟斷的情況 引致霸權 多謝各位 反方劫便所用時間為4分06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最後有請正方劫便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師妹 師妹 師妹聽不聽到 聽到 可以 叮 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科很矛盾 很亂 有科全場一時就說霸權是源於法律問題 道德問題、政府問題 那時候的霸權是因為自己媒體本身 是這個大老闆的問題 但有科同學你們四個都只是不斷地說霸權是什麼 霸權的成因是什麼 而且四個對於霸權的成因都完全不同 全場轉來轉去 有科根本就沒有提過這個究竟跟社交移民有什麼關係 從來都沒有解釋過為什麼 這樣社交移民就對抗不了你所說的霸權 今天我們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社交移民能不能夠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所以重點就應該是 回到社交移民 那科就說霸權會永久長傳社交移民沒有辦法有效對抗 那科會這麼想其實是對於對抗的定義不對 正如我科主編所說 霸權是怎樣 一是社交媒體在市場上有龐大的市場佔有率 有科都承認的 但最重要同時都要有的是什麼 就是二是要做出一些不合理的行為 分享用戶私隱、刪除用戶言論 其實有方結辯都承認了霸權是源於民眾 所以要有效對抗 用戶就必須選擇改變 由我們去重拾網絡的話語權 即是社交移民 我們一日不棄辱 霸權的問題只會持續發大 根本解決不了 留在霸權裡面跟縱容根本沒有分別 不要說有效對抗 連抗衡都不行 有方又是否在意代弊呢? 第二,社交移民是否可行 有方說Facebook這些現在存在著 所以社交移民就不可行 首先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從來都沒有說過 要Facebook這些完全消失 不是取代 而是要他們不再做這些霸權的行為 即是不再成為霸權 但還可以存在在這個網絡世界 和其他社交媒體共存 有方其實今天發掘了時間性 Facebook創立於04年 WhatsApp創立於09年 這些社交媒體已經有十幾年這麼多 時間和資源上都有深遠 而且強大的基礎 看看社交移民如何 社交移民是今年1月才開始 有方要求一個不夠半年的移民潮 可以對抗那些發展 而且蔓延了十幾年的社交媒體霸權 又是否合理呢? 其實現在有方就是想 一個剛剛出生 五個月大的嬰兒就對抗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 完全是很苛刻而且不合理 香港互動事務商會創會會長方寶橋都說到 主流社交平台被取代須時很長 但社交移民是可以加快這個過程 由此可見社交移民只是一個開始 而我們看到這幾個月的數據的趨勢是怎樣 社交移民的威力很大 WhatsApp的下載量跌了43% 市民就轉了其他媒體 Telegram升了98%的下載量 Signal的下載量都按年增長1192% 簡單來說 其他不同種類的社交媒體的興起 市民分散了 無論是用平台數量還是用戶都有所增長 方同學 社交移民不論是從理念還是行動 都是針對這個霸權的特點而出現 為何不可以成功呢 第三,社交移民是否會帶來另一個新的霸權 其實有方主變的立場已經有矛盾 一時又說社交移民不可行 但又承認了社交移民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只是擔心什麼 擔心帶來新霸權 其實有方全場已經不斷重申了 霸權是要市佔率大和要有不合理的做法 兩者兼備 單是有市佔率大並不能成為一個霸權 就像村巴一樣 我村子只有一格小巴可以去市區 但這格小巴是否霸權呢? 我們不會覺得的 因為它沒有不合理的行為 但如果它肆意更改價格、更改巴設 就是迫我們接受 就是霸權 今天的辯題絕對不成立 多謝各位 正方結辯所用時間為4分0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比賽股德跌落 請大家稍等一下 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交階的辯論員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乘以一位得10分 請三位評判如果你們將分子完成之後 都事一式告訴我已經完成了 謝謝 你們的指導 請中華 請嗟 臨 請 請 請 現在 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能现在MIV 还是静过太空 为什么能做到社交移民呢 这是双方有一点分歧 但是我觉得双方对于这些分歧都没有好好处理过 没有怎么回应 然后对于社交媒体这个位置 反而是有比较想说的 例如是 正方是会说 其实正反双方都说多人用是一个社交霸权 但是正反双方对于社交霸权有很大的分歧 正方是要说他会做一些不合理的行为 那我相信你开出来 其实都跟近年来 不是近年 就是这几段 WhatsApp要求用户去私隐条例有关 所以这个你会觉得是一个不合理的行为 但是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 什么怎么才是不合理的行为 就是可能是 其实我马帝是想说侵犯用户私隐的 那可能我觉得你直接说出来 会比较容易说服到我 然后反方就有说到 对于社交霸权的理解 是说有些道德的规限 法律的限制 因为人是没有100%的自由 这个我就会比较好奇 那究竟社交霸权和文化霸权的分别 在哪里 其实两者是觉得没有分别的 因为社交媒体是一个平台来的 只不过是社交霸权是一个文化霸权的体验 我觉得这里解释得不太清楚 因为其实你自己反方的一副是有细分的 就是说到文化霸权 一是意识形态 二是硬实力 其实你很着重一些硬实力 例如是政府的法律有规限 那意识形态究竟有些什么呢 可能说是道德规范 但是如何在社交媒体上 体现出来呢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如何体现出来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你可以说说 我可能是碎片化一些资讯 你自己说说 可能本身是由看新闻、报纸 转发成电视 然后再成为一条线 让你进去看 还是其实社交媒体 例如IG、Facebook 可能分享一些帖文 其实是预早帮一些 用户去理解一些资讯 然后再呈现给那些用户看 令到那些用户减少了思考的时间 这些叫做资讯碎片化 这些才叫做意识形态上的霸权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 但是你自己没有什么解释 所以我就觉得有些奇怪 而且我相信政府未必明白到的时候 好了 你们是很少作这个交锋 因为政府去到后场 开始回应的时候 就会发现 你究竟在说什么呢 那反方不停地 比较后场 给我的感觉比较像炒烂饭 然后我自己很好奇反方的一部分 就是你究竟理想中的乌托邦是怎么样 因为你说到文化霸权 其实会一直是一个循环 因为我现在是用Facebook IG 我真的假设我成功移民到MIV 那MIV就会成为第二个新的打拳 按照这个逻辑 究竟你是想 好了 移民了 你会觉得原来是一个循环 究竟这个循环可以怎么停止呢 你理想中是可以怎么停止 例如有什么方法 你可能会说的是 原来是百花齐放 我不单止用Facebook 不单止用IG 都会用MIV 而且不会说有一个 即是不会是 orlopoli 即是不会是orlopoli 也不会是molopoli 可能是很多人去 瓜分整个市场 那这个会不会是你理想中想说的东西呢 其实 这个我很可惜 我未必听到这样 然后其实 因为我们三位评判都听过前面那场辩论比赛 然后再听这场辩论比赛 我会发现 原来大家对于社交移民的理解 是跟我自己本身想的 是会有些少出入 我不知道大家 是可能是主线设计上 是比较 可能市政科 我要有一个设计的criteria 原来他要做一些不合理的行为 才叫做社交白权 所以社交移民 只是今年才出现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比较好奇的就是 我可能 就是纯粹一个参考 这个意见是 就是社交移民 是不是真的只有今年才发生的事呢 例如是 以前讲的 由ICQ 转去MSN SENGA FLASH 那些 然后甚至乎 是高登 转去联登 这些未必是平台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 可能是 只不过在功能上有些转变 虽然我没有用过ICQ MSN 但是可能在功能上有些转变 MSN可能功能好些 所以这些人就开始社交移民了 那些对于你们来说 究竟是否社交移民呢 那个时间线 是不是就这样放在今年发生的事 就OK 其实我觉得 不妨再看长一点 就是看功能上的转变 可能都是一件好事 那当然 这个是大家 就是主线设计上的理解 那我就 纯粹这个是 给回少少许 feedback 我自己可能 看到这条片 是会想多些 想到些什么呢 这样的 那以上是我少少的评语 那将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刘小姐 接着下来呢 我们有请这个 宣度会陈瑞之纪念中学 通识科老师金梓琳老师 给我们一些评语 麻烦金老师 那听不听到 听到 很感谢赛会邀请我做评判 还有 看得出两边都很努力 去准备了个比赛 我不知道 我纯粹猜 我看政方那边的同学的面貌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初中的同学 是不是 还是不是 勇气可嘉 我不知道你们打过多少场辩论 但是都 欣赏你们的付出和努力 那就加油 好 主要都想 就评一些双方提出的论点 给你一些意见 第一个 我觉得有些论点 可能政方回应得未必比较多 和深入 譬如 其实反方都问了几次 喂 其实你可以认证到 如果我转去用信号 就等于我会放去 WhatsApp 这些论点 其实我觉得政方堂可以勇敢些 去做一些反驳和回应 假设如果我们说 对抗社交媒体 你们都多次说过 我们不是要即时 立刻短时间之内 要去取代 如果 本身信号是没有人用的 但是现在调了些人用信号 同时他用WhatsApp 即是Sign号的用户人数 和WhatsApp的用户人数的差距 就是呈现一个陆续收窄的差距 究竟这个差距是否属于一种 对抗的一种体验的成果 可以是有些跟进的 第二件事 可能政方不太听得明白 反方其中一个 他在主线里多次强调的 就是他觉得封锁言论 剷除一些专业 或者Block了某一些用户的帳户 其实不是社交媒体的老板想这样做 是因为可能基于一些法律的条文 可能某一些用户的发言 可能离开了国家安全 或者较为敏感 在法律这种工具下的限制下 才导致社交媒体迫不得已很惨地 才Block了某些人 或者剷除某些page 所以反方多次重新说的 就是移民去哪里都没有用 因为所有的社交媒体都要受法律约束的 这个就是反方论点 而我亦都好像在比赛里面 听得出可能这个论点 是你们没有准备过的 或者很突然之间 就来有一些即时的回应 在前场的回应比较少 去到台下 即反方多一条台下 反问直接问这件事 逼着要答 其实你都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回应 不过其中一个参考 我会觉得 其实不合理 社交媒体对用户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除了剷留言 Block了某些人的币 之外 其实你们主编也有说到 其实用户的私隐 如果你这样过来过去 其实都是一些不辑的行为 我觉得就被反方拉了过去 他只是说Block你一个币 产你的留言 其实那些私隐问题 卖给一些广告商 其实现在的法律条文 也有说要保障 就是网上用户的私隐 这个都是法律里面的规限 但是其实现在也有些社交媒体 就是就着他有一些用户私隐的资讯 他用来贩卖 去卖给广告商去下广告 所以其实是不是 就是社交媒体的老闆 或者社交媒体本身有的责任 是可以弄掉了 就完全只是法律 又或者是政府 才是造成某一些不合当行为 的一些原因或者主因 我觉得政府的同学可以 再尝试去挑战一下 另外有一个点 我觉得反方同学 可能放掉了一点点 或者说一下的时候 就放过了政府的同学 例如有些论点 就是说 其实之后Instagram 我忘记了 有两个社交媒体 其实用户调完之后 最后他们也是被另外一个大 的社交媒体收购 当收购回的时候 其实你调来调去 在同一个位置 最后又是给原本的 传媒霸权 社交媒体的霸权 你调来调去都是同一堆 其实都是没有改变过的 我觉得这个点 也可以追打 可以多问多一点 所以最主要我想就着 刚才那些论点 去说一些可以有更进 或者反驳多一点的位置 就是这样 谢谢金老师 最后我们有请 马里诺修院学校中学部 粤语辩论队教练 范光华小姐 说我们给评语 我们有请范小姐 大家好 我都在想着评语 应该由哪里来说 我觉得今天双方是 我觉得今天双方 其实听上去好像有 双方今天我觉得有一部分时间 可能尤其是去到台下 一二赴开始 给我的感觉是有些 割说割话的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 反方他自己开出来 那条线想说 我想可能跟刚刚的评判一样 我也觉得我自己听下来 你是想由一个文化霸权的角度 去出发去说 其实只要你那个 真的有个政府在 政府有某些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会因而影响 你各个国家的法律 以及是个道德教育 从而就会去控制了你的媒体 那媒体再控制人民 就是我会得到你想说 那个霸权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因为可能 正方他其实不是很明白 就是一来正方不是很明白 其实你推出来的东西是想是怎样 二来我都认为 其实反方在解释的时候 是有一些矛盾 而且是有一些不清晰的地方 所以变相其实对于反方那条主线 我觉得双方其实处理的时候 就是正方处理也好 正方回应也好 或者是反方在展述下去的时候 听上去是混乱 而且好像不是很对焦 那这个我可能会一会儿 尝试花多一点去硕理一下 而另外一些真的有交通的位置 就真的下去了 纯粹那个Facebook Facebook的用户量 以及Facebook Miri Signal WhatsApp Telegram 的用户量之争 那我觉得双方打的东西都是正路的 就是反方都是不断用一些数字去挑战 然后正方都是说这个是一个开端 那之后会更加普及 但是 有一件事想 我觉得正方有人可以做好一点的就是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会更加普及的时候 我会选择你去解释 为什么会更加普及的 因为 如果当对方可以认证到这个trend 其实是越来越低的时候 他可能拿了一个数据去跟你说 而你只不过是拿了一个人的语例去说 这件事会更加普及的时候 那 就是大家语例就语例 或者数字就数字 会变相听到是没有意思 你最多拉一个和 那我想评判会更加想知道的是 究竟你当你相信 其实这个情况会更加普及的时候 原因是什么 那这个你也有描述 就是譬如你有讲到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博伯伯 Jermia 或者其他等等 大家将一些 就是大家用一些生活 就是人家生活习惯之间的改变 是需要慢慢累積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的描述 是应该会足够多 就是应该是要多一点 尤其是对方真的拿了一个 正过太空的案例去跟你说 而我也记得 我是有看过这个文章的时候 那就是当我们去到一些 日常生活片段之间例子的 就是数字 可能大家都是拉个和 然后去到一些日常生活 例子的片段描述的时候 我觉得政府是需要去描述多一点 当然其实这件事是反方亦然的 就是当政府不断跟你说 这个只是一个开端 他觉得越来越普及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你觉得 你对于正过太空那类的例子描述 是应该多一点的 是的 然后我就 我想我可能由反方那条主线 入手去说一说 我觉得可能如果我是正方 我会有什么的疑问 或者我觉得反方 如果你真的要认证到你的主线的时候 可能有什么 我觉得是要处理得多一点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觉得 其实你的论点之间是 就是为了第一个论点 是说出霸权的可行性 以及你那个不能够针对源头 其实我觉得是有些矛盾的位置在 矛盾的位置就是在于 因为如果你是想说 可行性低 然后你有些反驳 是说 本身大家的生活圈子 已经是一个霸权那里了 其实它是很难 就是我不理你微信那些例子先 也不理你什么MySpace Facebook IG被人收购那些 就是我不理会那些先 就是纵合你的反驳 如果你是想说 因为我本身已经有一个很大的 人数基础在Facebook 或者WhatsApp 所以我很难会去转 去另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 你的确是很难说到 为什么另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会因为越来越多人 然后去形成了一个新的把权 就是我觉得是这个 究竟你是判断 我觉得这个对于新的其他选择 例如Signal MeWe 或者Telegram 那些判断 究竟那些人 是不是会来越多人的时候 你的判断是应该 你只可以两个选择一个 不然那里就会听到矛盾 这个也是 正方有捉到你的其中一件事 然后我就想说一说 你说微信的例子 其实我觉得微信 你说它垄断的例子 是有些 有些判断的 你放在这个案子里 因为如果你是 为什么我会觉得是有些混乱 是因为 因为在你两个论点的时候 你是将一些 在不自由的地区 和一些自由地区的情况 有些混乱来说 而我觉得 当你再去展述的时候 一来混乱来说 二来是 现实生活中 你说到 不断会有霸权的出现 但是很少 实质的例子 这个霸权是什么 去影响这个APP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会有些保留 我尝试去判断一下 譬如 如果你是想说微信的时候 我都会认同 其实 好像正方的台下所说 我不是很认为 中国是真的会出现到 一个情况叫社交移民 当然 中国没有 那不代表其他地方有 譬如可能 美国或者其他地方 你会有MeWe 会有Twitter 会有Facebook 你可以交易来用 对方其实是在说这样的情况 但是中国 因为他首先 譬如他看到其他地方 你有Facebook 他就抄了 我 弄了一个 弄了一个 弄了一个微博出来 他看到有WhatsApp 我就抄了弄了 弄了一个QQ 或者微信出来 然后再起一盆墙围着自己 然后基本上 都只不过在这些媒体 自己个别去营运 而在这些媒体背后 他就是一间 很强大的国企去支撑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是 我觉得就是 其实是 在这些情况下 不会有社交移民的出现 因为根本 中国人 如果你不翻墙 你不犯法的话 你是用不到 对方所得的 避免 例如是Twitter 或者是MeV等等 所以 当他根本 没有社交移民的时候 我觉得是 不会出现这个社交移民 是否能够有 对抗 社交媒体败权这个名体 当然如果 在你的立场伴侣 是说这个世界上 根本不可能出现 社交移民这个行为的时候 那你应该是 你应该说 这个地区 这个不自由的地区 以及其他可能 自由的地区 为什么自由的地区 都没有社交移民的情况出现呢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 想走这个路线的时候 你的论责任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再说的就是 然后你再说的就是 可能说到Facebook 或者IG 就是另一个情况 就已经不是很关键 究竟是一个地区 是不是因为 政府的意识形态 或者政府的 国际的支撑 你只能够一个 可能社交媒体存在 但是在说Facebook 或者IG Facebook他就已经收购了IG 或者其他的平台 所以Facebook 就是Facebook 可能去侵蚀其他人私隐的情况 都同样会在IG 或者是WhatsApp 到外面 那当Facebook 累积了一段的资本 他看到崛起的 可能是信号 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 他会做的 都是持续收购他 我觉得你想说的是 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会好像在你后面的论述里 已经是脱了 而且其实他跟那个微信的例子 以及跟你在第一个论点 讲生活圈的例子 我觉得是三个情况 而混合来讲的时候 我觉得听后会有点混乱 但是这个例子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讲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论证步骤 可能要小心一点 就是我都会明白 现在Facebook 是一个霸权 而且他用他的资本 是会把他影响伸去其他的社交媒体 所以即使你转移了 去另一个社交媒体 可能他都会有一个私人问题的存在 但是如果当对方跟你说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是正方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提出到那些 MeWi 他就正正是针对着Facebook 本身的缺陷而设计出来 就是他就是说Facebook 或者Twitter 他是会禁止别人的账号 或者是什么事情 但是MeWi是说得明白 他是不会有这个言论审则的情况出现 所以是有些人会担心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恐怖分子去 去批击了MeWi的这个平台 就是如果你是说到 是说有些媒体 他根本本身的言论目标 就是独立存在于Facebook的 这个魔爪之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会是一个 可以对抗到对方说的反驳 但是我都不太肯定 政方有没有尝试提出这样的反驳 因为整场去攻击 反方那条主线的时候 是有点混乱 但是好像这个说法是没有什么 比较强的去听到 是的 而且我觉得反方需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当你第二个论点 对不起 我觉得是有点关联 原来我说的时候会有点混乱 尤其是第二个论点 你是想说那个 那个针对的源头 其实应该是政权的 无办法针对源头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点混乱 因为我明白到的源头 好像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因为那个政权的原因 我明白到的是 首先因为那个政权 所以他就会有些东西 他就会有些东西是不喜欢社交媒体 他就会透过法律外 任何的方法 就私下给社交媒体 看到那个社交媒体 再去控制一些用户的言论 之后来说的第一个源头 但是如果当 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 好像理论上是OK 但是实际上 你去落地去讨论的时候 好像没什么给过一些实际的例子 就是譬如我会好奇的 好了 现在假设 我假设政府真的撕了压 给Facebook和Twitter 现在对方 可能政府开了 我听到他说了Miri 出来的时候 那究竟美国政府 对于Miri实际上 是做了些什么 令他会变成另一个霸权 或者被迫成为 可能政权的工具呢 我觉得这方面 那个论述是断了在这里 就是你说 中国的时候 说得都OK 不过中国就会回到那个位置 就是其实他的情况 是不是真的符合社交移民的情况 但是 我觉得你说 我觉得你说那个 Facebook 我觉得你说那个 源头其实是政府的时候 理论上是我明白 但实际落地的时候 欠缺了一些例子去论述 所以这个也会是 我给你内容分 可能会 之后可能会比较低的位置 就是我觉得太多的 理论上面 层面的论述 但是太少实际上面的论证 就是或者如果 正方 如果你真的听得明白 对方有什么 或者实际 用一些例子去问他 那究竟 现在Miri做了些什么 或者Signal 和 Telegram 他屈服了 他屈服了 在什么 政府的影响底下 而 反方又给不到的时候 那正方可能你的反驳 那个内容分子 会再高一点 而我另外 我认识到你说的 源头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我觉得正方听到混乱 我也听到有些混乱 就是 你想说民众会给压力 那个 就是你想说民众会给压力 那个社交媒体平台 然后民众就会 在不知觉的情况下 就变成这个霸权的 就是他建构霸权的一份子 那 我 我这个位置是有少少不明白 因为你一来就是说民众是处于一个很弱势的阶段 的地位 只是靠政权不断去 就是靠政权去影响那个社交媒体 那现在社交媒体再影响民众 一方面说到民众会的影响力这么大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位置 听上去都会有些矛盾 就是可能是因为 我不知道可能你原本的论事是怎么办 可能其实他是一个更加详实的 论实底下 他是没有矛盾 这个我不清楚 但在今天的表现来说 我觉得听上去有些矛盾 而这个事情是 政方都有捉到 不过好像捉得不太够 所以这个值得是我觉得 反方如果你要建立这条主线的时候 你 你不是说法不行 但是可能有这个立场 你要想一下你想站在哪一个位置 然后 嗯 然后 比如我想说一说 就是可能 就是针对反方的问题 其实政方在 不论是台上台下 还是好像是 你自己的位置上面 都是有 问到 但我觉得那些问题是问得不好 例如是 政方的第一条台上发问 就是 我觉得这里有机会是因为 你不是 你有些混乱 你不是很明白他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 因为你是在说 是不是叫不明白 但是总之我觉得 听出来的结果不是很好 就是 你说是否因为民众 就是你说的是什么 社交媒体霸团的原体 民众 那民众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之后 是否就不会有对方所说的问题 然后对方就跟你说 不会 因为会有新的法律存在 那就不会有解决到的 我觉得如果你那条问题 词好一点的时候 你应该是说 可能说 就是现在你说到Facebook 因为怕了美国政府 或者Twitter怕了美国政府 那现在我就是看到一个Miri 他说 他说明他是不会去 进行任何的言论審查 那当那些人移到Miri 这个平台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会有你这样说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你把你的Q 变成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例子的时候 这件事会移民 和Q应该是会有影响力多一点的 而且反方 就是同一个问题 当你说到是说 不会是因为会有新的霸权的时候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要落地 说一说 对方说的Signal Telegram 那些例子 如何是 在这个文化的霸权中受到影响的 接着 对了 所以我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双方有另外一个争论点 就是那个 就是 反方是要求正方去论证 是否Telegram的用户是不会用WhatsApp 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太理解 为什么对方的轮值站不在 我想是否因为反方是觉得 要完全摒弃了WhatsApp 然后完全转用了Telegram 那个情况 先叫做成功对抗了社交媒体霸权 不过我懂得到正方他所说的 就是首先 那些人有WhatsApp 然后他开Telegram 或者开信号 然后他是同时用 但只不过他将他的生活中心 慢慢放在信号 逐一逐一逐一搬过去 所以如果当正方在这里 就是如果当正方的论证 论证得清楚 而反方不断问他 要求他论证 Telegram 或者信号的用户 是不会 是会立刻停用WhatsApp的时候 就是 变相的问法 可能问一次都可以 但是再问多两三次的时候 就未必会有这样的攻击力 是的 还有我觉得 就是去到后 到后期的时候 等等 抱歉 你可不可以撤一撤去 你和天主两个一起 好的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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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进去 还有在这儿 去到凡方疑惑而结变 尤其是当你的重心 已经不是 我觉得你好像 已经不是很想再和对方争论 究竟Signal 或者MeV 去那些人数的时候 你真的想花很多篇端 他使评判佬 去说霸权 其实是关于社会 道德和法律事的时候 就应该要放多一点的论述 就是都是那个问题 就是 因为 因为最后来 你如何提出你的例子呢 就是最后来 会说了一句 就是说 Telegram和WhatsApp 是不是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我平常会期待你听的就是 第一件事你起码要说到 WhatsApp 现在是真的因为 那个 政府的法律问题 和道德问题 所以他才会侵犯私人 但是 WhatsApp 现在在做事 给我的感觉 他应该是 应该不会有一条法律明文 是要求他去侵犯私人 所以 我这里也有一点点不明白 如果你真的想说 WhatsApp、Telegram WhatsApp的例子 究竟你在你的霸权的情况 是想如何体现出来的 就是 我觉得WhatsApp的情况 似乎是去走法律 那样多过 政府设计了法律 或者设计了道德框架 然后那些人跟 然后迫WhatsApp 去一些侵犯私人的行为 所以 想得清楚一点 这一步我觉得是欠缺 第二步就是 究竟 那为什么Telegram和WhatsApp 都等于会跟着去跟 或者政府会私下到他们那里 我觉得是 二步和欠辩 在这方面的论述 都是欠缺的 如果不是 其实你纯粹是说 那些什么社交媒体 电视 转去现在 电脑 那些 其实我是完全明白 你说什么 但是都是欠缺了实质的论述 我的评语大概是这么多 谢谢 再次多谢三位评判的评语 今天的比赛结果 已经在我手上了 由我宣布赛果 首先是最佳辩论员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正方第二副辩 吴建俊同学 恭喜 至于今天的赛果是 正方得两票 反方得一票 换句话说 今天胜出比赛的学校是 加密拍与中学 恭喜 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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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 费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